我们现在要把它烤到达码上去运行一下 回头来看一下 我们发现这里写出一个数字了 把这个s去掉 重新编译一下 make 我们把它烤到上前几天制作的那个first files目录下面去 Hello 我们这单板是以网络文件系统启动的 我们现在来加载这个驱动程序 first drive.ko 在加载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block device block device这里 列出来就是这个内核现在目前支持的设备 第一个是制服设备 第一类是指它的主设备号 就对应于我们这个内核数组里面 20W这个数组里面的这些下标 第二类是指的名字 接下来是block device一样的道理 好我们先来加载驱动 加载驱动用insmotive这个命令 drive.ko 这里提示的这些警告信息我们暂且先不管 我们来在catblock device看一下 111这引注册进来了 好我们现在来写一个测试程序来测试它 我们怎么写呢 这测试程序就很简单 有些是main open 我们open一个设备这里写为xxx 我这个目的只想告诉大家这个名字不重要 下面判断如果我们不能打开的话就打印这个canopen 然后这里随便写一个值 我们把这个程序拿过去编译一下 arm linux gcc-o l first drive test 好也烤到我们的目录里面去 这里来执行first drive test 显然canopen为什么不能打开 显然是不存在这个设备不存在这个文件 好我们现在创那我们先用来创建这个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make a node的设备节点 divinexxx 它是制服设备 它的主设备号是111 3个111 4设备号我们先写0 现在我们创建成功了 再来执行这个测试程序 这里就有first drive open first drive light first drive open light 在这里 首先打开 我们应用程序里面打开那个设备文件的时候呢 它就会进入到内核里面调用我们驱动程序里面的这个open 就打印就这一条 当应用程序里面调用right函数的时候 你这个调用这个right函数的时候 就会去调用到我们驱动程序里面的这个right 好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分析一下我们这个驱动程序 我们这个驱动程序里面这个主设备号 我们怎么确定这个主设备号呢 那let's just try device 有三个参数 一个是主设备号 后面这两个 这名字我们可以随便写 无关紧要 这个是我们自己写的 那么这个主设备号怎么定的 我们可以这么定 cat block device 在我们的单板上执行这一条命令 看一下这制服设备里面有哪一个空缺项 然后我们再去选取那个空缺 从1到255 我们这里我们选一个空缺的就可以了 或者说我们可以写0 让系统自动给我们分配 这样这样 我们这里写0呢 然后系统就会给我们自动的分配一个主设备号 它怎么分配 它就在这一个数组项里面 这个数组里面找一个空缺 然后自动给你返回直就是主设备号 那我们卸载手是这样做的 好 我们现在把这个驱动重新变异一下 把它烤到我们的网络文件系统那里面去 然后把这个驱动给卸载掉 lsmodel看一下没有了 cat block device看一下 里面也没有111了 我们现在来安装新的驱动 cat block device看一下 分配分配给我们的这个设备号呢 就是252 252在这里 我们再来再次实行我们的first drive tester 它里面还说无法打开 我们这种东西打开是divinexxx 我们看divinexxx是否存在 divinexx还是存在的 但是这个divinexx它的主设备要是111 我们现在主设备要变成了多少 变成了252 这简是打不开的 然后我们把这个divinexxx给删掉 制服设备重新建立一下252 0 然后再次运行这个测程序看一下 那这就成功了 从这里大家也感觉到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第一 我们驱动程序里面呢 可以自动分配主设备号 好 那第二 可以自动分配也可以手工指定 好 我们的应用程序里面呢 我们去打开一个设备文件 这个设备文件怎么来的 我们是第一种方法 用make node 插插插插 制服设备 主设备号 刺设备号 我们手工建立的 我们手工建立的时候 需要知道它的主设备号 那如果说我们的驱动程序 如果是自动分配这个主设备号的话呢 那么难道我们每次都要去cat block device 来查看一下吗 这显然这种方法显然不好 那我们也有用办法 叫自动创建 怎么自动创建 自动创建 自动创建就是用我们这个应用程序里面有个UDIY机制 对我们的BBO来说就是MDI 这个MDI 这个程序呢 它会根据这个系统的这个信息 我们看一下 在这个系统的系统目录下面 会有很多信息 我们注册一个驱动程序的时候 它会在这个系统目录下面生成那些设备的信息 而我们这个MDI呢 一当 它就会去自动的根据这些系统的信息来创建设备节点 那好 这个MDI要做什么事情 根据 系统信息 创建 设备节点 那显然我们的驱动程序里面 如果能够提供这些系统信息的话 那这个MDI就能够自动的帮我们创建设备节点 那我们怎么提供这些信息呢 那我们怎么提供这些信息呢 很简单 我们参考这个例子 定义这两个变量 定义这两个变量 我们的这个是first 一个类 类下面再建立一个设备 在入口函数里面我们注册进去之后呢 创建一个 先创建一个类 创建这么一个类 然后往下来 在这个类下面再去创建一个设备 。 我们组是不要有多少呢 名字我们称为 这里取 SYA吧 随便取 OK 加这么两条语句 我们注册好设备之后 我们这个Leged Tracted Right 只不过是在内核数组里面 把我们这个结构填充进去 但是它还不会生成这些系统的信息 这系统信息怎么生成呢 就这样生成 我们先建立一个类 在这个类下面建立一个设备 这个设备是什么 这个设备就是 这个主设备号 这是它的名字 下面这些判断了 我们先不不看的 以免干扰我们的 我们对代码的阅读 右口里面你创建一下 那出口呢 肯定把它删掉 出口怎么删掉呢 这两条信息 你计划就会在这个系统的 系统目录下面创建一个 first class first drive这个类 这个类下面会创建一个 SYJ这个设备 然后我们的MDI呢 就会自动的去创建一个 DIY SYJ 这么一个设备节点 我们来试验一下 好 我们把这个驱动给卸载掉 装 重新装载 我们现在来加载的驱动 就是他说 我们想加载当前目录下面这个文件 但是如果我们当前目录下没有这个文件的话 他就会去自动去查找这个目录下面 他这个目录下面也没有的话 再去找这些东西 那我们现在我们现在是在跟 我们得改到根目录下面去 insmodel first drive 他现在又出了其他错误 他说 这classify created 这些函数 未定义 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实现的 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这问题好解决 我们在这个驱动程序里面 加上这些东西就可以了 我们把它license设为GPL就可以了 我们刚开始加载驱动的时候 他也提示一些警告说 不知道这个license是什么样 那我们现在加上这个就可以了 这个也可以解决这些东西 未识别的问题 我们来重新编译看看 好 现在已经加载成功 我们看一下 itsmodel 我们看一下 他是不是已经自动的给我们 生成了这个devine sya这个设备呢 我们看一下lx-l devine sya 确实就是252 主设备是252 那我们first drive 这个设备也是252 那为什么能够这样 是因为我们驱动程序里面 通过这两个函数 给这个内核 在内核里面提供了一些系统信息 这系统信息怎么看呢 我们可以到这个system录下面去 system录下面有个class class下面有各种类 我们的是first drive 下面有个sya 这是一个设备 这是这个类下面的设备 sya下面有什么东西 有device 有这些文件 我们看这个device这个文件 有什么内容 它就是主设备是252 次设备是0 我们的mdevine 我们这个mdevine 它就会根据这些信息 来创建这些设备节点 为什么我们一加载的时候 我们一insmode进去 这个system录下面 肯定会有这些信息 为什么在system录下面 这些信息一更改 这个mdevine 就能够自动去运行 自动去生成呢 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脚本文件里面 我们创建 我们以前创建这个根文件系统的时候呢 有一个echo sbmdv 到这个hotblock hotblock 是热拔擦的意思 内核里面 一旦有这些设备 加载进去 或者卸载掉的时候呢 它就会根据 这一个文件 所指示的 这个sbm 所指示的应用程序 它就会调用 这个所指示的应用程序 好 我们看一下 我们现在有devine sya 那我们现在 把这个驱动程序给卸载掉 看这个devine sya 是不是会自动的被 删除掉 这devine sya就没有了 我们再去加载 这个devine sya又回来了 那我们现在 我把我们的驱动程序 把我们的测程序改一下 把这个sya sxxx给了sya 就这样 无论我们的主设备号怎么变 这个device sya 都是系统把我们自动创建的 它的主设备号 会根据那个系统 给我们分配的主设备号而定 所以我们就不用去担心 这个设备文件的问题 这样就成功了 好